今集來分享兩套裝備 最近剛剛更新了這個3.0版本 之前一大堆武器都可以再升上去 金絲紫、雷神、鮑倫、鋼龍、炎王、霞龍那些 全部可以升到7 然後還有這個天碎龍 多了天碎龍 今天來推薦 弄這一把霞龍太刀 這一把真心屈肌,不是開玩笑 劍屈肌,2002,藍斬 然後只要有藏一就可以升上去變白斬 15%會心 然後還有10防禦力 3個洞,1個2個洞 完全取代了信龍太刀 基本上信龍太刀可以收皮 拜拜 然後個人覺得 其實弓龍太刀基本上都可以收皮 基本上弓龍太刀 除了輸出高一點之外 還有重技強化 那裡有優勢之外 各方面其實都輸了 基本上 2003 白斬 白斬 白斬是砍20刀 20刀 然後負20 但是沒有洞 沒有防禦 雖然有攻擊強化 但是有趣 一般人都不會去改攻的力 都是改重技強化 這把東西 用那個飛踢 用那個兜割 但是 霞龍那把呢 霞龍那把本身已經220了 然後他強化有攻擊力3 可以加到8 基本上加完之後 其實都已經是 除了重技之外 其實普通攻擊 其實已經沒有太大分別了 那他配個象 他都可以上到白斬 對 就低兩攻 其實就是 一個2003 一個228 對 那你基本上 你配個象義 其實斬味的長度 其實就 已經是等於霞龍那把 都是砍20刀 都是砍20刀 但是他 有15%會心 他不是負會心 又有防禦力 又有珠 就是砌技能 都可以再砌得比較好些 那 那 可以給你看 做個比較 這個是 舊那套 那套 龔龍那套 那套 那這套 我積極了 積極了 積極了 就80%會心 80%會心 攻4 這樣 但是80%會心 是開了精神斗手的時候 如果不開精神斗手的話 是只有70%會心 基本上 基本上 都是要帶一隻貓 才會比較穩定輸出 帶一隻貓 幫你加到30%會心 幫你 把技能 但是 現在這一套 霞龍那套 那套 本身15% 然後看破 4 20% 就是35 35 然後再弱點特效 已經85%會心 然後再加上精神斗手的話 就可以上到95%會心 基本上是不用帶貓的 它的會心 穩定輸出 穩定爆擊 然後 不用帶貓 就可以帶兩隻狗出去 如果帶兩隻狗 其實間接上來說 狗的輸出 都是高於貓的 而且狗可以更容易 幫你爆到異常狀態 麻痺、睡眠等等 其實這樣來計算的話 其實 換個角度來計算 總體輸出 是高於大隻狗 個人覺得 雙九流 雙九流 那 裝備方面 這裡 帝王 冰牙、帝王 馬惡 大馬士加 拿個仗義給他 然後護石 都沒變了 收到2個2個洞 對了 技能 這裡 都是攻四 小回心 有點特效 收刀術 磨刀高速化 然後多了個仗義給他 有二十刀白斬 然後看破四 然後有個防禦Lv4 多多個防禦Lv4 精神鬥獸 要用攻風壓 耐性 不過是護石的技能 只要是護石的技能 對 防禦L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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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心多了 會心多了15% 防禦L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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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幾十防 那就穩固一點 穩固一點 另外我自己再配一套 防禦Lv4 防禦Lv4 攻擊Lv4 10%左右 低了20% 不夠20% 18% 18% 低了18% 即是你當少多10% 但防禦Lv4 防禦Lv5 防禦Lv5 這套就有達人毅 有達人毅 因為我自己出去實戰過 雖然 雖然是不錯 但始終斬尾 其實也不算太多太長 對於太多來說 這個斬尾 如果是大劍的話 就夠用 就適合用 但20刀白斬 藍斬 我沒有實際測試過 但我看上去應該是 30 或者40 30 40刀 總之加上白斬 都是砍過幾十刀 當它50刀 對太刀來說 其實有點少 其實也很快 用完 藍斬 所以 另外配一套 有達人毅 是可以的 然後 防禦力可以再高一點 主要是換一隻手 用天瑞龍的手 然後換一條腰 帝王 換一條腰 主要就是換這兩件 對了 對了 好像還沒看豬 對 看回第一套的裝備 就是這兩套 就是這兩套 超會心 炎磨防禦 揚弓珠 攻擊防禦防禦 攻擊 痛擊炎磨 炎磨防禦 痛擊痛擊 對了 就是這堆 這堆技能 然後第二套就是 這裏 裝備 然後主要是 痛擊防禦防禦 揚弓 達人防禦防禦 達人 達人 防禦 超會心超會心 對了 防禦防禦 防禦防禦 再高一層 有level 5 因為用了 天睡龍 那隻手 多多 他的技能 那個叫做 麥桂爾 他那個龍氣活化 他的技能 等等 他好像是 只要一半血以下 就可以發動 防禦力 體力50%以下 引發特殊的龍以上 所有屬性耐性 變為30 本身又高防一點 接著一半血以下 又可以加屬性耐性 變為30 那就再硬 再沒那麼容易死 其實這招都挺屈肌的 如果 遲下可以 不過可惜他綁定 如果有珠可以再加上去 其實 應該挺屈肌的 再升上去 升盡了 80%血以下就可以發動 接著 所有耐性變成50 攻擊力可以變1.1倍 但要升到Lv.5 有點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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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可能也要等G位 否則 你也要綁定他整套 總之 現在有Lv.1 都可以加耐性 本身有多多幾十防 有五百防 再加耐性 再加耐性 小10% 攻擊力 但有達人藝 基本上都可以長期保持著白斬 因為本身已經有85%至95%會心 都容易發動到達人藝 你自己看情況 打上去舒服一點 不用經常磨刀 磨少一點刀 相對上安全一點 少一點硬直 你自己看情況 看看用哪一套 這套高攻一點 防禦力低一點 但要經常磨刀 這套低10% 輸出 但高防一點 耐性值高一點 又不用經常磨刀 兩套 兩套下龍裝 下龍太刀裝 實戰的話 其實已經有兩條片實戰了 那條 打真結局那條 你有留心看的話 其實我已經換了下龍那把刀 其實就是在用那套 之前也是用開轟龍那把 已經換了 然後打 那個 那個 天睡龍 打天睡龍那條 也是換了下龍那把刀 不過那個 兩條片都是用了第一套 就是用了輸出比較高那套 這一套 就是 低一點 但有達人 那套 就 未有實戰片 有沒有意外 未拍 或者遲下 遲下 我看看 再怎樣 到時再測試一下 那 今集 只是純粹分享這兩套 今集就 先來這裡 下次再見 就是這樣 see you